听我的声音应该就知道我是谁了啦 我就不露脸了 太丢脸了 其实我一直都在思考 要怎么去面对这一切 首先我必须当然还是道歉 被指控性骚的黄紫娇 在影片中承认并且道歉 受害者不止一位 陆续有人发文 A女遭抢吻拍裸照 B女被要求做猥胁动作拍照 C女18岁也透过外拍介绍 认识黄紫娇疑似交往半年 D女事情爆料在PTT上 曾被要求拖衣验身 一女也被要求 摆性感猥胁姿势拍照 受害者一一发声 指控黄紫娇相同手法 借口摄影趁机性骚 道歉之余 黄紫娇透露自己的原生家庭 带给她的心理阴影 导致她有病态的举动 大概十岁的时候 我妈妈就出轨 因为花日嘛 就也设定了A片文化 A片文化里面就有很多 真的是蛮变态的东西 她控诉演艺圈 也带给自己很大的阴影 不满大家都没事 凭什么只有自己出事 其他在我人生旅途当中 带给我伤痕的人 我也不想要什么得过且过的 因为我也没有被原谅 诊断自白述说自己很累 大方露出秃头 表示用法片掩饰得很辛苦 但外界都还在震惊 影片就被删除 原本的工作 黄紫娇也没到场 完全失联 随后证实人早已送到医院 救护车停在黄紫娇 住家楼下 人被送往医院后 没有生命危险 妻子孟耿如全程陪同 经纪人助理等等 协助相关事宜 黄紫娇爆出性骚 自白爆料 又情绪不稳送医治疗 在演艺圈投下一颗震撼弹 还将持续延烧 三连续万国宣传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